今天我請來的這位朋友 他為人非常之低調 我相信未必太多人認識他 但是不少的天皇巨星 對他就愛不惜手 他就是著名的音樂總監 趙振熙 趙振熙因為參加新秀 而被黎小田發掘成為音樂製作人 對這位白樂 他深存多大的感激 他同過不少歌手合作 由70年代的天皇天后 到今日的後起之秀 有誰令他印象難忘 阿希 先乾杯 好的 多謝 多謝你邀請 多謝你來 多謝你最近來《超級巨星》 幫我們做了這麼多集的評判 你聽到這班新人 是不是覺得樂壇立即有希望呢 其實我最初來做 我沒有預計會有這麼多驚喜 開始做決賽的時候 第一次去聽 也是嚇一跳的 最嚇我的地方是 那些越小的那些唱得越厲害 我其實一直都 我們是一個唱片公司 一個唱片公司製作人 去找talent 我曾經都成立一個公司去找過 找見過很多很多很多 我覺得很難找人的 是 找來找去都是 就是樣子OK 就唱就不好 就是唱得好 但是又如何推廣好呢 這次是讓我看到一群 他們樣子全部都不算差 但是唱得是嚇死人的 這個程度是嚇死人的 年輕人的年輕人的小朋友 這是很出奇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驚喜 令我覺得原來香港是 很多有能力的人 這方面經常都說 不唱得歌 其實誰能唱得歌 原來人家沒有出來唱 是 你聽了那麼多個 聽了那麼多集 你自己心目中最欣賞是哪幾位 最有機會可以去到最後 我其實有幾個印象特別深 因為剛剛過了港姐 港姐我跟他們有一個 很深刻的一個星期 跟他們訓練 去做港姐的無伴奏合唱 那一部分的要求很高 所以我會很容易看到 那些人的能力是有多高 其實其中有幾個是特別 音樂感強的 我覺得有一個叫做華嘉賢 他自己的perfect pitch 他不用我給他音樂 他自己的音樂可以 這個就是什麼 你說D他就唱了D出來 其實裏面有三四個這種人 另外一個叫做何梓偉 又是perfect pitch 還有一個男生叫做陳彥廷 又是perfect pitch 三個都未成年 未夠十八歲 挺可怕的 三個我都很喜歡他們的聲音 他們三個唱歌都有自己的風格 我不覺得他們在模仿 他們原本唱過的人 越來越不是 另外一位何晶晶 出局了 你答應別人 你來找我吧 我給你歌唱 你是不是真的 給了 是嗎 什麼歌 他就幫Miss Hong Kong唱 我已經要安靜了 在裡面 那首就算了 不是 我是一個起步 我跟他談過一次 我真的找他上來做過一些casting的工作 我自己 要是我有做其他幫別人唱歌的事情 我唱演唱會 其實我們經常要做一些pre record的事情 他其實只要不介意 都是唱歌的工作 只要不介意 他很開心 他來唱 他其實找不到飯吃 做一些工作 行頭很窄 但可以的 平均一 當作拉雲 不是每個月都有 但我想 20K 30K是OK的 有的 是OK的 不會是too bad 兩萬至三萬元 一個月或一年 一個月 這樣也好一點 這樣已經不錯了 你自己的音樂 興趣是怎樣培養的 你本身有這樣的天分 還是後天的培育呢 其實我小的時候 我自己就 很小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很幸運 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做音樂 我不知道 中學的時候 我就已經是搞 band 搞 music society 總之有音樂的東西 我就中了頭去搞 你為什麼這麼清晰 是看到這件事 是你的興趣 是啊 我沒有 我是真的 從小到大都喜歡聽歌 喜歡聽完之後 撿回來一起玩 從小到大都喜歡 家裡有沒有給你學樂器 樂理 有 我從小到大都學琴 但是其實 媽媽不算是很想我做這一項 媽媽不想 因為她覺得 好像你所說 覺得複雜的 這一項 我沒有說到 你自己說到 不是 這一項很多人都覺得很複雜 那幹嘛 為什麼要入這一項 她有一句說話 其實是 都令到我 很 其實 最後是鼓勵了我 更加要去做這件事 即是激起我 我以為是Judy 她去問 哎呀兒子 有幾個股格輝啊 這一項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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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沒有理會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 有人offer我 一份工 我一畢業 即中七畢業 就做了 是的 黎小田就問我 你有什麼興趣做我PA 我PA升職了 那時候 我想都沒有想 終於進去華盛職 因為我 其實 我知道我自己喜歡音樂 而 這個機會 我覺得不可多得 因為我 其實 不會怕去把握 這些這樣的機會 其實 我這麼多年的 做音樂的經驗裡面 我覺得我最 不會容易放棄的機會 我每一次都會 我不怕 我不會怕 那樣東西我完全沒做過 因為有些人會 我覺得現在年輕的人 會很害怕 就算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在他們面前 他未必敢拍 但是我正好相反 我試過 最令我流失的 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我30歲那一年 學友打力 他說 我會做一個musical 你招他拖廢了沒有? 我沒有 你會不會膽敢做指揮 沒問題 你談談吧 我做了他《笑狼湖》的音樂劇 在香港演出的指揮 我馬上打電話 叫葉平師 水塘 你上了多少堂指揮堂? 8堂 8堂指數十場 很划算 很划算 那四天幾場裡 沒有飯的大錯誤 是否真的有一場陳傑宇 唱《等尿遊》的歌 不是有一場 是第一場 第一場 是第一場 這個精彩了 待會讓你吃完東西 你要說我求證一下 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香草紅椒湯 這個餐廳是吃摩洛哥燦的 OK 應該有些中東風味 我們嘗嘗這個湯 不辣的 為什麼張學友會找你指揮 你還沒指揮過 其實我當時跟張學友 那時候 編了很多歌 很多都 很划算 他可能 就是這樣 覺得 都可以 嘗試一下 因為他們本來 找他寫這個音樂劇 那個作曲的人 Dick Lee 就有一個編曲的人 跟他合作 但是就是新加坡人 Dick Lee 就提議不如找那個人去指 但是那個人 不懂得聽廣東話 那學友很擔心 他不懂得聽 如何收拾 他又膽躁躁 帶來找我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跟他合作久了 他對大家 他對我 主要不是大家 他對我 有信心 叫我撕 那你第一場 陳傑儀 上等了又等 出了什麼問題 很簡單 就是沒有開咪 真的嗎 因為他穿一條很沙的裙 他們就不可以把那些 receiver 放在外面 那他們的receiver 放在大腿這裡 那他們沒有可能 再放在外面 開仔 但是其實那個 那不是開定才走出去嗎 就是記得了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 我唯一能夠做到 就是後來 第一場完成了 就是 press con 他們走過來跟我說 他說 你怎麼可以跟得到 我們 我們剛才 就是我沒有聲音 為什麼你可以跟得到 一堆orchestra 我說 我看實你的距離子 看實一句距離子 他其實都 他都沒有贏 他都 不開心了一會 但是 第二場 就 就是繼續走 我們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特別的下陸 很厲害的 印象難忘 印象最難忘的 就是他裡面 有隻狼 有狼人 他主要是圍繞著 有狼仙人 這樣的東西 狼仙人 就在他家 在學有監獄裡面出現 出現的時候 當然是有狼叫聲 為什麼有一場 就出了雞蹄 你會想像到 現場 就是狼仙人出來 雞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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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都有這些 這些事情 你有試過一些歌手的能力 真的很有限 那些歌 很難選擇 古仔 古天駱 他是否本身是五音不傳 還是怎樣 但唱歌 是否真的有些歌手可以逐句錄 逐個字錄 逐個字錄 包括林億年 是否應驗了張國榮哥哥跟你說的 誰知道你30歲就會出頭了 他跟他有個很… 他真是我一個哥哥 他是很疼我們 我進去華星做… 曾經都跟過他的唱片 當然進去做製作助理、PA 他很看著我們下面的人 他很疼我們 有空請我們吃飯 他會送衣服給我們 你帶你去買衣服嗎 不是…他有時會將他自己 做了一兩次新到不得了的 他一袋袋拿來送給我們 不過很可惜沒有做過他的演唱會的音樂總監 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但是他應該是最後一次的演唱會 他的壓軸歌曲 我是你編的 我也編過… 其實我人生第一首編的歌是幫我編名的 哪一首? 優勢功名 人生第一首 那時候在華星做是… 學到很多很多很多製作上的東西 還有我當時老闆黎小田給了很多很多機會 他是很不怕給機會我們下面的人去嘗試 他是很肯抓我們出去 因為我第一次在演唱會中唱和音 是幫茉艷芳在她的演唱會中唱和音 可以看到每一個位置不同的工作方法 我記得你曾經在一個訪問說過 一見到梅艷芳你還在讀書的時候 就覺得你會有機會跟她合作 是呀 你拔掉了 是呀 我不知道 我有點感… 我一開始去看梅艷芳第一次演唱會 那個感覺很奇怪 我是覺得我很親切 覺得這個人 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覺得很親切 我那時候中錄 為什麼會覺得很親切 沒有理由覺得很親切 又完全未接觸這一行 但是我不知道 覺得會有機會跟她一起演出 當你認識了梅艷芳之後 和之前你對她的感覺有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她和Leslie 她是一個大姐姐 她很疼我們 但是你不可以要她的衣服 不是 我結婚 因為我太太以前是華星做的 她是做Artist Management 我太太是 我結婚她送了全屋電器給我們 來和酒席去做很大的禮 怎樣帶發 我忘記了 但她的銀碼是大的 有很多個靈給你 她是很疼我們 每個個都是這樣的 是的 很疼她那時候是 那時候是很有感情 好像一家人一樣 那時候華星做事 你剛剛提到你進華星 黎小田叫你進來 你為什麼會認識黎小田 你讀書又讀到什麼畢業 是中五還是中七 中七畢業 我其實中七那年 那時候華星每年都搞新秀歌唱比賽 但是有一年 其中只有一年 好像是TVB 幫他們搞新秀總子選拔賽 選三個人就直接入新秀歌唱比賽決賽 我有個朋友參加這個中子選拔賽 他唱了一首英文歌 他在audition的時候 那時候audition 卡拉OK沒流行 基本上沒有人用卡拉OK 有個琴師 你說什麼歌 基本上他認識了九成 你能說得出那時候流行的歌 他都會彈的了 但是一首英文歌 Cultural Club的英文歌 就不可能會彈 他就叫我去 我說就彈了 就是在試音的過程裡面試完了 他就說有沒有興趣做我的assistant 就因為你彈本咒 不是彈本咒 你的朋友能否入圍 他進入做不到中子 一叫你進去做PA 製作助理 製作助理 你要做什麼工作 那時候什麼都要做 那時候其實是一個沒有email 沒有CD都剛剛有了不久的年代 我們是過癮劇帶給別人寫詞 我那時候最多要做的工作就是 那時候很流行cover歌 就是把一些 外國的歌 或者是日文或者是日文的歌 變成了做廣東版 那我就負責將他們選了的歌 就將他們的melody 就變成了簡譜出來 過一個cassette 就入落信通 就交給一個填詞人寫詞 那時候沒有fax 沒有email 全部都是人用messenger 去傳送東西給別人 我做了最多是這些教授 那你拿之後會不會先偷看呢 我一定會唱一次的 一定要唱一次 而且那時候是會 有時候 譬如 妹姐會說 這裏怎樣 你再說一次聽聽 因為我是抄的 我很熟悉那首歌的melody 是怎樣的 我願意對一些字 因為廣東話 有時候的音好像不能唱下去 但是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是make sense的 有一樣東西一定不會錯的 就是吃東西不會錯 這是精選的摩洛哥小食 那裏面有什麼呢 你那份有炸羊角 芝士薄荷春卷 雞心豆醬和茄子醬 我那份基本上都是一樣 不過我是素菜版 所以我只有雞心豆醬 茄子醬和摩洛哥芝士 那現在有電腦 做編曲都是電腦 基本上全部都是 所以基本上 所以基本上 如果就算你真的 連譜都不會看得到哪一曲 現在是嗎 是 那是好還是不好呢 我覺得 容易做了 但不等於做出來的事就好 因為始終創作的 process 是不能夠取代的 你是容易去將那件事變成為一件事 變成為音樂 但那件事要好聽才可以 你要變得好聽 不是科技先進就做得到 現在我們有很多唱作歌手 但只是作那個旋律 是否真的任何人都可以作呢 你完全可以任何事都不會作完 你和你修 那又變成是你作的 說就說是你作的 技術上是可以的 實際上你有沒有遇過這類歌手 有沒有遇過 不要叫你歌手 當然有 多不多 是由開始至到現在都有的 其實Leslie都有 她自己寫歌也是用這個方法 因為他們是有一個感覺去寫歌 是 但沒有那個技巧去將它變成為一個展示 這是可以借別人的手去做的事 那就借別人的手去做 但Leslie她不是一出來就是這樣做 她是唱了很多年 自己有感覺就是這樣做 是 跟有時候我們看到一出來就說我自己作 有些當然是真的 真的自己懂得作 但我相信你都遇過不少 她可能不知道音樂是什麼 又或者寫了一首歌 有時候如果不能避免地 要幫她做完 就告訴她 一般的事 還是不要放鬆一點 唯有是這樣 你有沒有試過一些歌手的能力真的很有限 很難選擇 那些歌 一定有的 這麼多年 記不記得有哪一個最難選擇 其實難選的不外乎是她唱不到 她又要唱 這些是最難選擇的 是 誰呢 例如她 她自己也是這樣說 古仔 古天樂 她自己也不想唱歌 但她奈何簽了一間唱片公司 她一定要出唱片 她又有人買 她出過第一張唱片 我覺得 她是否本身是五音不全 還是怎樣 其實 我挺喜歡她的聲音 她的聲音其實挺好聽 有個性 但我想 要 因為她自己本身 對音樂 不是真的狂熱那種 不熱愛的音樂 她很喜歡拍戲 很喜歡攝影 很喜歡導演 但完全是一般的 對音樂 你又不是喜歡那樣 但又要你很努力地堅持很久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但唱歌 是否真的好像我聽聞 有些歌手可以逐句來錄的 科技令到她變成一個很完美的音樂組合 讓你吃下一個菜再跟我們聊聊 好的 我們的主菜來了 羊仔骨配千層馬鈴薯餅 我這份就是摩洛哥 燉雜菜配鮮無花果 行不行 這個樣子 很軟 很好吃 煮得很軟 不過是高音 我的樣子不能碰到 我已經被人笑得很重要 是嗎? 為甚麼? 每個人都看見我 最適合我想唱歌 我給我唱歌 他們剪了樣子 做Promo之後 我真是救命 剛剛說到錄音歌手 是否真的如一般傳聞這樣說 真的有些歌手 他只能夠做一個錄音歌手 所謂是recording artist 唱不到現場 甚至錄的時候 是逐句錄 用後期去幫他 令到他的聲音 我覺得應該多加一點 除了有些歌手 只是錄音 有些只是live 應該兩樣 有些是倒轉不行 只是live 入到錄音室 就不太行 我亦都看過 因為他習慣了 perform 習慣了很多人的環境之下 他才會有感覺 進去錄音室 就變成沒有感覺 你剛才說的 亦有很多發生 即是逐句錄 逐個字錄 逐個字錄 誰 其實每個人都試過 某程度上 包括臨億年 有時候是想拿那個字 拿到最完美 我們是真的逐個字錄 當然不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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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是那個字錄很多次 錄到好為止 現今科技真的發達 是的 幫到但其實有限度 你的feel不行的話 你不能收拾 億年 他參與雪狼湖的演出 他當時是否不是首選 其實 其實做一個錄音室的歌手 容易一些 因為做一個現場表演的歌手 容易一些 有些人是真的 在錄音室 他要拉著大臉 自己在自己的世界裏面表演 一出到Live 完全不懂得唱歌 最初億年彭靈 都害怕 很可憐 他幫助於霜